在守护骑士审判秦天柱的时候 老大红色的风暴统治为何没有出现 他到底去了哪里 难道是不方便出场吗 看完视频告诉你答案 除了风暴统治之外 在另外的11个骑士当中 地位最高的就是这一位 他没有获得派拉蒙与海之宝的正式命名 但基于其挥剑斩秦天柱的举动 很多小伙伴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贵子守骑士 站在他旁边的这一位 面具上有很多小孔的名字叫龙眼 秦天柱前方的这一位叫刚独 在电影当中 最先登场的守护骑士便是红色的风暴统治 他是骑士团的老大 也是他把守护权杖交给了梅林并融入了基因 使梅林以及他的后人不仅能够使用权杖的力量 还可以通过权杖召唤其他的守护骑士 合体变身成为强大的机械三头龙风暴 此后人类与守护骑士达成了同盟 共同守卫地球 抵御外来的威胁 这就是电影当中讲述的 1600年以前圆桌骑士的传说 在梅林离世之后 为了继续守护权杖 防止他被昆塔杀的眼线找到 守护骑士们与之一起在深海底部沉睡了一千多年 在飞船的小通道之间 我们看到了十个休眠的守护骑士 根据变形金刚反应部队探测到的数据显示 他们都是有生命状态的 但目测没有看到红色的风暴统治 难道他依然待在片头那一艘远古飞船当中与兄弟们分开了吗 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找到了答案 可是不知道导演为何要剪掉风暴统治的戏份 就在威震天拿着权杖飞走的那一刻 十个守护骑士从飞船底下飞奔而来 通过细节可以看到明显的有一个手中拿着战锤 而且颜色是红色的 他就是风暴统治 与后面手上拿的装备一模一样 然而镜头转到前面来的时候 就不见了他的踪迹 只有其他的几个骑士在审判擒天柱 作为老大的红色风暴统治根本没有登场 请问爆炸被导演是特意粗心大意呢 还是其他原因呢 我觉得是故意审调 因为前面已经出现了红骑士 而这个地方再不给其他骑士一点出场机会的话 那他们在电影当中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